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三个仆人各自拿了主人给他们的资源本钱各自去经营 三个人有不同的态度 然后回来奖赏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那个又懒又恶又找借口 都是因为你而什么都不肯做的那个又懒又恶的 主人不但是责备他 而且把他已经有的 那个一千本来就是交在他手里 把那个夺回来给那个一万 也就是五千又赚了五千 那个认真做的 你越认真做更多的资源给你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而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听起来好像很不尽人情 他已经有一万了 你还把这个抓加过去给他 因为那些东西在他的手上 他有认真的在运用 主人把各样的资源给胡人 当然是希望他们去将本求利去运用 所以这个人非常会运用更多的资源给他 这个人根本不动 我放他手上干什么呢 拿回来 我求主帮助我们 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 我们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将来站在基督的台前 我们得赏赐 不是人人有奖 一人五百块 统统都一样 不是 是你下的功夫深 你良善 非常的良善 成全了许多的人 你忠心 你交给你的任务 你使命必达 你的奖赏一定是大的 那个又懒又恶的 什么都不肯动 还到处的找理由 说都是因为别人 都是因为别人的 你就一定会被管教 这样才公平 每个人 每个人都各拿一千 看起来好像很公平 每个人都拿一千 都奖赏一千 看起来好像很公平 但是其实一点都不公平 因为每个人下的功夫不一样 而将来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 我们每个人都照自己所下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祝福你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说 将来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台前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在什么时候 在马太福音25章 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 24 25这两章当中都在讲些什么呢 这两章当中都在讲到 有关于末世基督再来 他提醒我们 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向他交账 都要去交账 他摆在我们手上的所有的资源 都是为着能够好好的经营的 但我们这一生 你所做的 其实今天这个世代 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 每个人都很忙 但是帮助我们 在这些忙碌当中 你要知道 那个给我们一生打分数的 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用什么样的评分标准 来打我们的人生 给我们的人生打分数 不要 我努力的不得了 但是这些都不算分 而真正算分的那些项目 我都没有努力 圣经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他眼中算分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